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后来开始租农地种稻米 慢慢地从两公顷 做到现在十四公顷的规模 他也从门外汉 变成专业有机农 有机耕作并不容易 拨撒农药不是化肥 连除草剂都不能喷 结果满田的杂草 顾不到工人亲 还被附近的老农夫 刀念了一顿 他们就觉得说 你这个就是饼大 才会让整个田 全部都是充满了杂草这样 其实当这一块田 它连杂草都不生的时候 你才要烦恼 这个田到底有什么问题 不管再怎么苦 志杰甘之如頤 因为只要看到收成 他内心的满足感 没有其他东西比得上 当你收割下来的时候 你看到那满车的稻骨 满车的黄豆 我记得我当时 第一次割稻的时候 我的眼泪差点就流下来 而要当个科技农夫 志杰说改良场功不可没 比如说他手上的这一块叶色板好了 就是要不要施肥的重要指标 所以很多的专业知识 专业的一些技术 其实在我们国内的改良场 我们都可以过得很大的一个质量 那所以我们就用这个色板 去对我们现在目前 田里面的稻子的颜色 来判定说我们需不需要再去追 田里的瓢虫 是没有撒农药最好的凭证 田间的白露丝 自由自在的翱翔 似乎也反映了智杰的心境 人生有时候转个弯 路宽 心更宽